Hello,大家好,我是阿里亚房车小房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辆正在改装中的新旋顺的房车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辆车有哪些特色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极畅的 作为一辆房车,看不见的地方 永远比看得见的地方 它的更关键,更为关键 所以这也是我一再强调透明化改装过程 是让您让客户更为放心的一种方式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辆车 就是一辆福特新全顺的中轴中紧的一个车型 它的长框高尺寸分别是5341,2032,2410 2410是一个裸车的高度 通常我们会加比如说硬板的太阳能 然后紧致的空调或者是卫星接收器 这些加了之后可能会增加10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 在这里的话我们也简单的说一下 这辆车的客户的一个大概的需求 这辆车客户从了解房车到进车可能花了大几年的时间 然后在我们阿里亚了解也花了一年的时间 就是说完全了解了我们的一个生产工艺 以及生产过程用采用料之后 才在我们这边完成一个下单 关于客户的一个具体的诉求的话 可能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太清楚 但是一个核心的目击就是简约而不简单 实用为主 包括客户自己强调过 就是说他不认为这辆车能做的特别的千花难坠 但是他觉得这辆车肯定是他自己喜欢的 适合他自己的一辆车 咱们现在是在车身外部的一个左侧 可以看到没有相关的一些开孔 然后再紧接着往车尾来看 经典的一个对开门 然后内部咱们待会儿再进去看 然后车身的右侧是一个制央棚 制央棚还是很有必要的 然后这个中棱位置 这个原车的玻璃 咱们换成了这个推纳窗 在驻车或者是关键是在行车的过程中 也可以打开 这辆车车井是装了太阳能的 是硬板的415瓦的太阳能 其实客户的一个想法 想要装到500 但是的话可以看到这个颈部的空间 不是走步的 所以的话 现在415基本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预期 后期的话 像这个前面会增加一个导流罩 像现在可以看到 它这个高度的话 就是没有增加多少的 大概六七公分 所以的话 整个风阻也会比较小 现在咱们从中棱位置进去 看一下内部的一个改装情况 首先的话 看一下驾驶室 驾驶室的话 整个原来上部都已经进行了切割 然后像这个相关的一些试板 也进行了一个朝前皮的包饰 质感更好了 顶部的话 把咱们用的这个生态板这样子装饰起来 它这个驾驶室的空间是特别大的 之前咱们也介绍过 因为进行了切割 然后整个上面是做了一些加强筋的 然后这个仪表盘的话 就没有做更多的一个改装了 只是增加了 像这个 福利福导航 然后这辆车是一个2.07的柴油发动机 国六的车型 然后再看一下后部 后部的话 它现在上面也做了一些隔音隔热的材料 这些都可以完全展示的客户看到的 线路的话 咱们的线径比较粗 然后这个也会用这个波纹管进行包覆 形成一个绝缘隔热的一个 达到这个目击 然后后部的话 像这个窗子 窗子的边缘 也做了这个装饰板 后期再装这个内饰板 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师傅在开这个侧面的一个 试键接口的一个孔 咱们可以及时的在心灵原装 或者是家里面进行一个坚定的补充 这个基板的话 咱们采用的是一个基板格 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这实际上是原车的一个座椅的滑轨 咱们对于原车的座椅 只是进行了一个切割改装 使它的靠背能够打平 然后还是原车的材料 这也是我一再启畅的 就是说对于原车一些东西 咱们能用则用 一方面节省成本 另一方面的话 原车的东西不会差到哪里去 肯定是好的 再一个据我了解 这款车的布局其实相对来说 它是简单 但是它确实不简约 是车主的一个诉求 就是前面一个三人座 后面一个横床 然后储物空间也大 看起来一目鸟然 但是它真的是最适合用的一种布局 当你用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不麻烦 不用折腾 每天的话用起来舒服 所以这里就总结一点 对于房车 咱们一定要适合自己的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那么小黄今天 对于这辆简约而不简单的 一辆房车的改装过程介绍 就到这里了 后面咱们也会给大家 进行一些性能的展示 更新 希望大家多的关注 好的 谢谢大家关注的减赠和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